小伙儿因为饥饿偷了一块面包 被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 没想到最终当上了市长 故事从一个深夜说起 名叫展阿让的男人来到无名小镇 他找遍的所有旅馆都遭到了拒绝 饥寒交迫下 他敲响了老牧师的家门 首先他表示自己是一名罪犯 在监狱服了19年劳役 他得到了假释 必须在几天之后前往另外的城镇 否则的话会再次征集监狱 在得知阿让是罪犯的情况下 老牧师依旧很客气的请他进来 给了他丰富的食物 还有一张温暖的床 牧师好奇他是犯了什么罪 阿让自嘲道 不过偷了点东西就被判了19年 现在的他终于得到假释 从明天开始他将会患然一心 重新做人 但睡梦中的他被监狱噩梦惊醒 他不想再回到那样地狱般的生活 多年的监狱程压让他认为 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 趁着夜色 他偷到了老牧师家里的银制餐具 还将睡醒的老牧师打伤之后逃走 第二天 媳妇不断抱怨 就不应该收留阿让 牧师并没有生气 反驳没有淫的可以用木质餐具 他们谈话之际 当地的捕头带着阿让前来 说早就盯上了他 检查背包时发现了偷盗的隐气 特意前来归还给牧师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牧师居然说是送给阿让的 并不是他偷盗的 阿让很是惊讶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牧师回答他 千万不要忘了 你承诺过要重新做人 我用这些隐气 买下你的灵魂 你再也不属于恶魔了 一个罪犯得到这些话的鼓励 他的人生将会发生巨大转折 转眼来到九年之后 明教杀位的人从巴黎抽调 前往了围高市 担任警察局读查 从大城市来到边缘小城 本以为这里会治安很差 没想到大家生活得很安定 这都要归功于围高市长的努力 五年前 这座城市一家专场破产倒闭 一个专场的工人 花五百法郎买了下来 之后在他经营下 专场成为维高重要的经济支柱 很多人依靠专场养家糊口 所以大家一致投票要他当市长 但是他并没有当市长的想法 被英声声的推了上去 在维高长大的波魏队长 可是崇拜他 没有欲望带人真诚 守人尊敬 队长提议应该见下市长 他们不行来到一处普通的民房 从外观来看 四号看不出是市长的住所 而这位传奇市长 就是当年的阿壤 时隔多年 他比之前要干净得多 再次相见 沙威并没有认出他真正的面目 两人相识一笑 握手表示尊重 虽然阿壤表面很淡定 但是内心其实很慌张 在沙威离开之后 立马开始做逃跑的准备 从银行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提取了出来 告知秘书自己将会出去一趟 一个人骑马来到荒郊野外 找到一棵大树之下 将钱埋了起来 这些年靠着专场 他赚了不少钱 工厂招收的大部分都是可怜人 让那些生活窘迫的人 可以生存下去 然而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女人节操是很重要的 工厂有一名叫做方丁的女孩 车间主任无意间发现他掉落的信件 知道他未婚并且还有孩子的事情 他认为方丁在这里工作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打算将他狠心的开除掉 方丁恳求他希望能够留下工作 他需要赚钱来养活女儿科赛特 由于他没有办法照顾女儿 所以寄养在别人家里 最近女儿生病需要很多钱来治疗 他如果失业将意味着女儿会病死 即便他很真诚地恳求对方 依旧没有改变被开除的事实 坏消息总是传得很快 不出半天的功夫 小镇的人基本上都知道 方东也来找他索要租金 被迫之下 他不得不变卖家具 甚至卖掉真爱的秀法 用于支付房费和女儿的要钱 这天工厂的一位老头被马车给压住了 看热闹的人围了一大群 沙威也在围观 却没有上前帮忙 阿尔德得志之后 迅速赶到现场 以一个人的力量将几百斤重的马车撑了起来 这个画面突然勾起沙威的回忆 回到家他不停在想 市长不就是当年的罪犯阿尔吗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还当了市长 他越想越不对 找到通料询问情况 据说市长是从巴黎过来的 其他的就不是很清楚 晚上阿尔找到当天受伤的老头 于于受伤严重 他不能再做马夫的工作 不过已经帮他在巴黎一家修道院 找了园丁的事物 阿尔经常给这家修道院捐献财物 还送给老头杨老秦 作为对工厂的贡献回报 由此可见 阿尔是个多么善良的人 第二天 沙威便找到了他 表示自己将会前往巴黎 像从不申请 维高市的人口调查计划 言外之意就是要调查阿尔的底细 在他看来 就算狼披上羊的外衣 他依旧还是狼 罪犯永远都是罪犯 不可饶恕 阿尔明白沙威的真实意图 在他前往巴黎前 给他看了自己的身份证明 文件显示 阿尔并不是罪犯 但沙威并不相信这是真实的 他还是来到巴黎总部报告 高层认为 人口调查计划很好 可以有效查询人员背景 不过调查市长这件事情不可行 没有任何有利证据下 控告市长过于荒唐 法律系统也不允许他这么做 于是沙威的请求遭到无情拒绝 另一边 方定接到寄影家庭的来信 说是女儿的饭量越来越大 身体逐渐长大 需要新的衣服 之前每个月的费用要提高才行 失去了工作没有收入的他 不得已只能出卖身体 即便如此 他还是不够日常开销 淋漓的寒冬 外面飘着大雪 方定只能依靠一张毯子来保暖 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可还是要在晚上去找工作 为了有竞争力 他把价钱压得很低 不仅没有得到顾客的照顾 还被戏耍了一番 折一幕正好被沙威看到 出乎意料的是 沙威并没有阻止挑适的男人 而是臭骂了方定 还将他拒捕了起来 要判处他六个月的刑期 阿让知道后 立马找到沙威 他利用市长的权力 命令沙威放人 这也是阿让第一次 利用市长威严做事 权力间的差距 沙威只能放人 可方定在出门时 便晕倒在地 好心的阿让 收留他在自己家里 还找来医生帮他治疗 他知道方定女儿的事情 答应帮他 将女儿重新找回来 可对方回信 并不打算教人 其实是想要更多的钱来赎人 阿让告诉他 让他不必担心 他会找到最好的律师来打官司 方定在他家里的这段时间 身体逐渐恢复 两人间眼目擦出爱意 突然一天 沙威再次找到阿让 出乎意料的是 他居然是来道歉的 对之前怀疑阿让是罪犯 感到抱歉 他声称 真正的罪犯阿让已经被抓捕 他亲眼看到其他罪犯指认 回过头再看到市长阿让 丝毫看不到罪犯的痕迹 他很后悔指线市长这么高贵的人 请求市长将他革职插板 善良的阿让 并没有打算惩罚他 而是让他继续待在自己的职位上 被抓捕的假阿让 将会在明天接受审判 保守估计也将会是无期徒刑 阿让本可以就死重获新生 好好当他市长悠闲度日 一个无辜的人因为自己而受罚 他的心理始终无法释怀 第二天亲自来到法院听审 他的到来受到所有人的尊敬 法官大人亲自向他打招呼 旁边的人站起来同他握手 官僚主义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眼前的假阿让 脑子看起来有点问题 回答问题都是东云记 虚义局等 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 曾经和阿让一起坐牢的御勇 坚称他就是阿让 所有的证据指证 假阿让就是真阿让 市长阿让再也无法诊受 他突然站起来 对着罪犯御勇咆哮 你们几个不是撒谎者 就是暴力狂 当年还试图将我杀掉 身上的沙巴到现在还隐隐作痛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 大声宣布自己才是真正的阿让 听到这句话 法官大人都傻了眼 眼睁睁看着阿让离开了法庭 消息很快传到高层官员 紧紧命令立马下达到沙威的手上 让他迅速将阿让关押起来 当知道自己猜测是正确的 他记得暴跳入雷 一改往日的形象 像对待罪犯一样审讯阿让 他恳求沙威 让他把方丁的女儿科塞特救回来 之后他会主动自首 但这个请求遭到无情拒绝 双方争吵之际 方丁并发身亡 嘱咐阿让把性恋交给女儿 方丁的此令阿让很是愤怒 身为执法者的沙威毫无人情味 他用暴力将沙威打约之后逃走 沙威醒来之后第一件事 便去查封他的财产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专场的股权已经移交 按照工作时间分配给了员工 而阿让已经找到被隐藏的财富 夺国追捕来到科塞特寄养家庭 根据信中所说 科塞特过得很幸福的生活 实际情况是 他被当作奴隶对待 穿着破旧的衣服 吃不到一顿饱饭 还要被强迫做各种家务 睡觉的地方也不过一张破马带 当得知阿让要带走科塞特 对方直接从原来的500法郎 长到1500法郎 如果不是阿让拿出母亲的正面文件 对方可能要价更高 虽然经历一些波折 好在把科塞特从第一中救了出来 为了防止被路人发现 阿让只能让他叫自己爸爸 他们一路步行跋山涉水 终于来到巴黎城下 可是阿威已经派人守住了大门 想要从正门进去基本不现实 不过阿让可以平静满力 硬爬成墙 不过巧的是正好被沙尾给发现了 紧跟着阿让追到一家修道院 沙尾打算载人进去搜查 上司告诉他 这里面住的都是贵族女孩 如果折他们不开心 沙尾会地要脑袋 这里不是想查就能查的地方 明知道阿让躲了进去 他却没有任何办法 这家修道院多年来 受到阿让的资助 所以他们并没有询问过多 收留他们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科塞特已经长成大女孩 十几年来 他从未踏出过修道院一步 年轻好奇心也重 他会时不时偷望外面的街景 阿章也知道 他还年轻 应该接触外面的世界 总不能当秀女一位子 简单向院长告别后 阿章带着女儿重见天日 外面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 让克赛特大开眼界 有繁华的大楼 也有街边流浪的孩子 巨大的贫富差距 导致很多普通人失业 一些看不下去的年轻人 组成特殊团体 在大街上宣传王国的黑暗 希望那些志同道合的人 能够加入他们 依稀反抗 推翻国王的统治 团体为首的人名为库马斯 年轻有为 有着远大的抱负 克赛特的出现 让他眼前一亮 从来没有见到过 如此清新脱俗的女孩子 正打算要上前打招呼时 被出现的阿章打断 少女性懵懂的克赛特 也开始注重打扮起来 阿章体会过贫苦人家的疾苦 每天都会免费施粥来帮助他们 库马斯的出现 让没有见到过 其他男孩的克赛特心动了 不过阿章对女儿的管理很严格 生怕不小心再次被沙威抓到 他拒绝女儿的恋爱 引起女儿的愤怒 他生气地说 阿章并不是他的亲生父亲 没有权利管束他的自由 阿章不给他自由 是因为阿章一个人孤独 才会强行留下他在自己身边 阿章并没有生气 也没有辩解 他只是回答 他答应一个人 要好好照顾克赛特 如此善良的阿章 却被女儿当作了变态 克赛特还是玩着阿章 偷偷和库马斯约会 两个年轻躁动的心 忍不住走在了一起 他们两个并不知道 沙威已经在暗中调查 由于库马斯是危险人物 克赛特作为有钱家的女儿 不应该和他同流合物 他打算亲自上门找阿章协商 现在的他并不知道阿章的真实身份 阿章找到借口支走了沙威 克赛特谈恋爱的事情 也被阿章知道 他的怒火无法压制 怒斥了女儿一顿 事到如今 他也不得不将真相告诉他 多年前 他因为饥饿偷了一块面包 被判处了19年的期刑 之后一直东左西藏 因为是罪犯 所以才会怕沙威 现在沙威已经找上门 他们必须尽快离开 克赛特和库马斯的爱情也要断开 库马斯他们的团队决定暴动 和支持国王的人一决生死 他们占领一些街道 借助有力地形顽强抵抗 警方也计划将反抗势力一举坠灭 上层要让沙威担任总指挥 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抓捕阿让 很可惜 心很大 实力不足 他还没有见到阿让 就被反抗组织给抓到 阿让特意找到库马斯 他知道反抗是没有用的 等待他们的将会是灭亡 他决定让库马斯和女儿逃走 自己留下来断后 看着眼前的战友分战 库马斯并没有放弃他们 选择留下来死拼到底 组织成员打算战斗结束前枪毙沙威 阿让主动请命 请求由他来执行 阿让并没有杀死他的想法 他告诉沙威 自己不想挑战谁 也不想惹事 只想凭借的生活而已 善良他还是放了沙威一条生路 第二天警方发起了总攻 势单力保的反抗组织 淡计粮绝 在绝对实力面前 烟消云散 成员基本上都被枪毙 只有库马斯比较幸运 被阿让扛了出去 通过下水道逃到了外面 殊不知沙威等候多时 他再次请求沙威 让他带着库马斯回自己家里 安排医生治疗救回他的命 他和沙威都知道 几天之后国王会大扯 库马斯之前的罪过会得到原料 他答应送完库马斯 他会返回河边 任凭沙威的处置 这一次沙威居然答应了他 阿让把库马斯还给了女儿 也把他妈妈的项链给了他 申请告别后 阿让离开了他们 再次返回到沙威所在河边 沙威告诉手下 他处理阿让的结果 已经记录下来 务必转交给上司 现在执行了他们两个人 沙威很好奇 昨晚为什么不杀他 阿让回答 他没有这个权利 他并不憎恨沙威 他只不过履行职责罢了 沙威毕生都在维护心中的正义 按照法律来严格要求自己 一生下来 他公知自己不做出越格的事情 但现在他不得不做出 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 只见他揭开阿让的手铐 戴在自己的手上 纵身一跃跳进了河里 这个世界上 知道阿让是罪犯的只有沙威 他死也就意味着 阿让成为自由人 再也没有人会追捕他 阿让可以像普通人一样 过普通的生活 使他的善良感动了沙威 让他无法痛下杀手 但他也有职责所在 此或许对他来说 是越格的自我惩罚 自我救赎 故事也到此结束 本片名为1998悲惨世界 又名孤星泪 是一部极度深意的电影 推荐值实行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持续更新不见不散